健康在线帮,您的健康我们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为您播出的健康在线帮 我是一飞 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事 68岁的张老先生就患有糖尿病 平时特别注意自己血糖的监控 可是却并没有注意患有糖尿病之后随之而来的并发症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张老先生发现自己的脚有点发黑了 到医院一检查,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糖尿病足 由于发现的比较晚 在今年,张老先生是做了截肢手术 膝盖以上做的截肢 截肢了之后,本以为疼痛就会消失 可是他这条被截肢的腿仍然是经常疼痛 让他痛苦不已 关于这种严重的糖尿病病发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们在患有糖尿病的时候,又该如何防止这些病发症的发生呢? 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一起来认识一下做客今天演播室的嘉宾 贾春宝中医博士主任医师 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 获国家专利两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交流中心重点推广项目两项 北京同仁堂医院特需专家 哈尔滨贵生堂中医医院院长 贾老师您好 您看,像刚刚我说到的张老先生这样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情况 其实呢,这个糖尿病病发症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 那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已经做了节肢手术了 怎么还疼呢? 像这种情况呢,往往是我们的病人呢 还有其家属啊,对这种啊,节肢后这种疼痛,没法理解 所以我们的这个腿都没了 腿都已经好了 腿都剧掉了,而且也长上了 那怎么他还喊疼呢? 对啊 家属有的可能家属就说了,说你啊,你就是歇了 你就没事找事 你都没脚了,你疼啥呀? 嗯 你上哪疼去? 那病人不干呢? 病人说,你看我不疼,我喊啥呀? 我没啥事,我喊呢? 我没啥事,我唱歌还挺好呢? 我为啥喊呢? 我这是真疼呢? 嗯 这种疼痛呢,虽然不多见 就是,它属于一种啊,叫残留神经痛 这个神经啊,被切断以后 正常的我们愈合呢,这块就直接就愈合了 就一个盲端了,断端,愈合上 而这种病人呢,他这个地方啊 愈合以后,他长出一个,像一个圆圆的一个东西 像一个嘎嘎 嗯 哎,这叫神经打成一个结 这个结,存在啊,就相当于,那个脚还在 他能够感知到他的脚在 嗯 实际这个脚已经不存在了 嗯 没有存在的这个脚了 但是在他的脑神经里边呢 他仍然觉得这只脚还在哪 还是那么疼 所以他就捋着空中啊 那没有空气当中那个脚疼 而且这种疼痛非常难引 嗯 不是一般的病人能承受了的 所以,这个结枝啊 之后这个情况啊 这个病人疼痛是真实的 尤其我们病人的家属 遇到病人疼啊 哭啊喊啊 甚至有着骂人啊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他你想想,他原来没得着病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呢 也有爱心 也能干 哎 人家也不骂也不吵的 那怎么得了病了 就就变个人 是因为病折磨着他 没有办法 无依无靠 那么他才出现这种烦躁的情绪 疼痛喊喊 所以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属啊 给我们的病人以极大的关怀 因为这种病得上了 绝不是一般人能够体谅到的 啊,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抗美援朝的 老兵 老兵 他一个脚趾头 就一个小脚趾头 坏了一个黄豆粒那么大的 那么一个小嘎子 小坑 那哭的啊 天天哭 我上他家给他看病的时候 他儿子就说 爹,你在抗美援朝 你腿啊 你打那么多窟窿 也没听你跟我们讲 你哭啊 嗯,反正老头说 那个疼和这不一样啊 这个疼他没有休闲的时候 人家那个疼 疼一会完了 这个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疼我忍受不了 所以啊,这个糖尿病 这个截止后这个疼痛 叫残留神经痛 是非常难治的 希望我们呢 在治疗的过程中 要多考虑一些治疗方法 如果出现了不理想的情况 也要多跟医生交流和沟通 那像这种啊 就是明明已经没有肢体了 对 然后之后他还疼痛的话 就是属于神经上的一种疼痛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那选择什么方式呢 您说您吃止疼药 有用吗 没有用吧 这种疼痛啊 是对大夫来说是最棘手的 嗯 你说人家病人来了 怎么给治 对啊 人家病人又一个要求 大夫 你就给我弄住疼 不疼就行了 你别让我疼了 嗯 我就感谢你 我给你磕头 但是你说怎么治 止疼药 用上 止哪啊 对啊 麻醉神经吧 给他用上了 用上再不管用了 嗯 就刚才这个张先生这个情况 嗯 那杜冷冰啊 什么这普瑞巴林啊 什么那个利多卡因啊 麻醉也都给了 不管用 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不了 疼的哭点喊弟弟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 治疗起来比较复杂 但中医啊 也不能说每个病人都治的那么快 都那么好 嗯 我建议像这样的病人 复杂的病人 应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这个方法 嗯 一定要中西医结合 嗯 你止疼药 你西药用着 通小管 用小三你还用 为什么呢 嗯 虽然他那个腿截掉了 但是你上面 你活着的这些神经留下的 他们还缺乏营养的 所以你还得用 然后再改成用一些中药 这样配合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慢慢病人呢 就不疼了 所以这个疼痛啊 也希望我们电视机间的朋友 如果您得上了这种病 您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个病绝不像一个感冒发烧 哎 很快就能得到控制 不一定 可能你吃个三周四周 五周六周 病还没缓解 但是您要有耐心 有信心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只不过解决起来比较棘手而已 比较棘手 比较麻烦 对 其实要让神经重新适应 你机体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啊 然后呢 把之前那些记忆给它擦除掉 对啊 让它重新感受到现在机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这样的话呢 可能才能把这种疼痛能消失 对吧 对 嗯 好 这是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关于糖尿病族啊 和糖尿病这种疾病呢 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和我们贾老师聊一聊 那这边呢 有几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了问题 我们一起来和贾老师交流一下 嗯 嗯 好的啊 现在呢 咱们首先说的是这一位朋友 他是患有糖尿病患者 目前的打胰岛素 血糖不高 但尿糖四个加号 这是为什么呢 嗯 血糖和尿糖啊 呃 往往不一定对的 就说血糖不是温太高 尿糖按理说应该不高了 嗯 但是呢 这个血糖 好 这个问题呢 咱们稍等一会儿 然后继续再来聊 现在呢 有一位观众朋友呢 是拨打进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 这位观众朋友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问贾老师 好 请导播把热线接到我们的现场 嗯 好 这位朋友你好 怎么称呼 我姓江 江 江先生哈 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的贾老师提问 嗯 我想问问我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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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尿糖啊 嗯 现在还高不高不高怎么办呢 他尿糖还高 尿糖还高 血糖高不高啊 血糖现在是在 呃 九点几八点几那样 空腹血糖九点多啊 嗯 嗯 你这尿糖几个加号啊 四个 啊 尿糖四个加号 嗯 你这尿糖四个加号是餐后的还是餐田呢 餐田 餐田 餐田四个加号 嗯 你这个情况属于肾的功能出现问题了 所以啊 嗯 就像刚才 嗯 咱们俩说 那个 网上那个朋友问的问题一样 嗯 就是血糖控制还可以 嗯 你在空腹血糖九个上下 嗯 那么你的按常规说呢 你的尿糖应该大约是两加号 你现在四个加号 说明你肾脏的这个回收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 正常你这个糖啊 经过肾脏以后呢 那些糖应该吸收回来 你这没有吸收回来 反而都从这个尿里的尿出去了 所以你的糖的尿糖呢是四个加号 这样的得去啊 调解肾 呃 中医呢 就得看呢 你是肾阳虚啊 还是肾气虚啊 还是肾阴虚 来进行调整 当调整好以后 你这些功能啊 强盛了 那么慢慢的你这个尿糖啊 就会下降了 还有啊 要求你这个吃饭的 一定要少吃慢吃 不能吃的太快 不能吃的太多 吃快了也不行 哎 吃快了也不行 太快了 你这个血糖啊 会高的 同样是这个一碗饭 如果您三十分钟吃下去 那么您的血糖可能接近正常 如果您在五分钟吃下去 您的血糖最少也得十二到十三 嗯 那么吃 那么吃就不习惯 这个习惯你就得自己啊 这个习惯嘛 习惯 习惯这俩字就习多次往复重复 您就成了惯就是惯性了 那么您就得要经常的练板嘛 就像小孩学走路的一样 刚开始不会走我们大人扶着他 哎 他不愿意让你扶吗 他又一摔倒 那我们多扶他几次 他终于学会了 那么就养成习惯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逐渐的养成新的吃饭习惯 你的血糖才能控制好 好的江先生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贾老师刚刚对您的这样的一些嘱咐 把这个生活作息也调整好 再加上把自己的肾功能提高 您的这样的症状应该就会逐渐减轻的 是不是贾老师 对 那我们刚刚还是说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这位血糖不高 他打胰岛素治疗 也和刚才这位江先生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他的肾脏出现了问题 出现问题 那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他的肾脏会出现问题呢 糖尿病要从我们西医角度讲就是血糖高 血糖高 它的持续的血糖高是N年的 多少年的血糖都高 那么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的内膜 血管里边 血管内部经常的高 就因为把它变成变坏了 首先它变脆变硬 你看我们的糖容易掉到地下都粘都粘都硬 那么我们的血管裂口就容易形成斑块 那么甚至变脆变硬 那我们肾脏的功能就会出现影响了 所以它的血糖就会出现改变了 甚至严重了蛋白就露出了 会出现尿蛋白的情况 尿蛋白了 再严重了 肾功能就不行了 出现肾功能不全 肾功能衰竭 就尿度症了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到肾病科 透析科就看一看 你随便问一问 说您这个透析几年了 他说几年了 您怎么得的 多数都是糖尿病病人 所以现在的糖尿病病人在各个科非常多 糖尿病它能够对我们的肌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 因为毕竟它侵蚀的是我们的血管 血管遍布我们身体的全身各个位置 一旦我们的血管出现问题了之后 我们的很多器官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除了要关注自己的血糖之外 还要关注自己的尿糖 对不对 在生活当中不要光扎点血 然后看看自己的血糖是多少 平时也要对自己的尿进行一加肠分的检测 经常到医院去查尿糖尿常规尿微量蛋白 是的 好的 我们的演播室 现在又有一位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我们一起来接近这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我叫吴俊华 吴先生 您是糖尿病多少年了 我糖尿病有几年了 但是一直没太注意 没太注意 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贾老师交流一下 现在我这些糖尿病方面还是不太了解 你一直也没太重视 现在就是很脚坏了 那你什么时候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 糖尿病 头几年吧 三年以前吧 可能就是 化验里下是血糖稍稍有点那么高 我唯一没太留意 因为那时候不算太高 就是稍稍有一点高 一直没留意 今年就突然脚就坏了 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42 42 42 年轻 您是不是想问您血糖不太高 您的脚怎么到现在也坏了 才发现血糖高三年 是不是这意思 而且它病成也不长 病成还不长 才发现三年 您还很年轻 人家的和平症都七八十岁的 最少也得六十多岁以后 你上 我看到岁数大的 您这才42 这脚就烂了 对这个问题不太理解 是吧 他们说血糖高 怎么说 我这血糖也没那么太高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要问一下 我给您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糖尿病导致的合并症 不是说你血糖很高 你才得上合并症 只是时间的问题 像这位 他说三年前血糖高 其实在三年前再往前 你可能血糖也高了 但是你发现了以后 你又没太注意 那么血糖就会损伤你的血管 就刚才我们讲的血管神经 你自己控制也不理想 那么逐渐就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慢的过程 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出现了 血管已经受到损伤了 到今天脚就烂了 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这个病人自打第一次测血糖 他就是6.0 6.0以后他就控制饮食了 因为他比较听话 是一个农民 人家也有活干 人家成天干活 人家血糖 从他大夫告诉他那一天开始 人家血糖就一直是5.6 不高 不高 你吃药 你打胰岛素 你也就是5.6 控制5.6 应该说很好 人家什么药也没用 就把锻炼 控制饮食做好了 人家血糖就5.6 结果五年以后 他的脚就烂了 而且俩脚一起烂 他很不高兴 说大夫你看我都 你让我咋地我咋地了 你让我吃啥我吃啥 你让我锻炼我就锻炼 那我这脚还烂了 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我说你也别上火 因为每个人呢 得这个合并症的速度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是5年得 有的人可能10年得 有的人可能20年得 跟体质不一样 我们都一起出去光的膀子 在外边站着20度零下 那有的人他就没感冒 人家啪啪俩盆就完事了 那有的人发高烧了 这叫个体差异 在同等外音的作音下 有的人就发生的变化比较快 有的人变化就比较慢 而像我刚才说这位 他这个血糖5.6这个 他虽然啥药也没吃 人家才自己发现才五年 那么他脚坏了 所以他的体质就不行 每个人的和平症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是考虑问题呢 就要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了 就要严格的遵循医嘱 改变自己的所谓的生活习惯 像我们第一个人说的吃饭 他那个不习惯慢吃 不习惯不行 必须得习惯 不习惯 你这最后你得和平症怎么办呢 那我们要改造自己 因为我们得病了 就可以反馈来 糖尿病就是一面镜子 照一照自己 你为什么得糖尿病呢 你得上糖尿病了 你有那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们检查检查 对照一下 我做错了 那我改吧 别说我都几十年了 你几十年也是错 是不是 不因为你几十年你就对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改造自己 改完了 我们对了 对了我们就少得和平症了 所以针对这位朋友 他现在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去治疗一下他的坏的脚 去看看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之后根据脚的脚 因为他是发现的比较早 而年纪也比较年轻 是不是要抓紧时间治疗一下 以防止他糖尿病毒的进一步发展 对眼下他要做的 就先把烂的问题解决了 涨上 然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把你血糖控制的更迷响 经常的到医院去检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如果有问题出现了 你应该积极的进行更正 不能拖拉 没事 我过两年再说 那过两年又烂了 好的 这位先生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 好的 在这就和您说再见了 最后还是要嘱咐您一下 一定要注意 关注自己糖尿病情的发展 您看我刚才问他 我说你这糖尿病几年了 怎么样了 觉得没在意 不在意 年轻 年轻的时候 我们患上这种疾病 一开始往往都不在意 但是事实上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要是控制这种疾病 可能极有可能的 去把这种疾病控制好 也不让它发展得非常快 对不对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的问题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 他是36岁 也非常年轻 男性二型糖尿病半年 最近一条小腿和脚面麻 是糖尿病足的先兆吗 腿和脚面已经麻了 这属于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同时也可能有血管病变 建议这位观众 你做一下下肢血管彩抄 下肢积电图 做一下脚的S光片 看一看损伤到什么程度 应该积极治疗了 不用说是不是糖尿病足 你十有八九就是糖尿病足了 关键是如何治疗你糖尿病足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这其实有一个问题 大家伙一定要看清楚 第一就是糖尿病和糖尿病足 看起来是两种疾病 但事实上它是糖尿病 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您就一定要在患有糖尿病的时候 就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双脚 像刚刚贾老师说的集中检查 不管你下肢出没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积极的去做检查 去做排查 肯定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不要像等到这位先生这样 发展到这种情况了 然后十有八九可能是糖尿病足了 再去紧张 对不对 对 好的 现在又有一位观众朋友打进了热线 我们一起把他的热线接进直播间 好的 这位朋友您好 您好 怎么通过 我姓陈 陈女士 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没啥问的 您是有没有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想和我们贾老师交流一下呢 我糖尿病足 您是有糖尿病足 您今天多大年纪啊 您今天多大年纪啊 现在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哈 我们继续和贾老师聊刚刚这位朋友哈 就是一旦这个糖尿病人出现了腿麻啊 和这个脚面麻这种情况 十有八九就有可能是糖尿病足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他问是不是先兆 不用先兆 不用先兆 所以说呢 你就赶快去医院做检查吧 刚刚有几种检查 我们下肢的彩照 下肢的肌垫图 还有脚部 还有光片 积极做一下 而且这个时候呢 更要对自己的双腿和双脚做更好的保养 你还有糖尿病患者他坏一点 他马上就跟着就就不愈合了 对 就就发展的非常快 这个时候更应该关注自己的双腿和双脚 除了关注自己糖尿病本身的这个血糖啊 尿糖啊等等之外呢 更应该关注这些病发症的发生 你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哈 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 今天54岁 最近呢血糖控制的不好 脚伤磨坏了也是总不好 请问这是糖尿病足吗 呃糖尿病脚磨破了总不愿意愈合 这属于糖尿病足最轻的那一种 就是周围神经的损伤 损伤的不太重 呃为什么他不愈合呢 因为他是糖尿病病人 呃加上神经有问题 那么就很难愈合 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应该去啊窗面的处理应该到这个 这个糖尿病足科或者有这个专科的这个医院 找这些医生给你治 不能按单纯的窗口去去 你不能在家自己磨点点酒啊 磨点这个消毒水就完事了是吧 对因为他这个病啊 涉及到两个科 一个是内分泌管糖的问题 另一个是脚外科 那么这两方面都得具备 才能把你这个脚弄好 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大娘八十岁了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 就是脚坏了 脚坏了他在家 他们家跟前那个地方就治 治了半年 这个窗口就是不长 总有一点点扩大 后来他那个医生说 大娘啊说你这个 你这好像是糖尿病 你这脚脑也长不上啊 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他说我从来没有糖尿病啊 你就咒我 我都八十多了 你看我哪有糖尿病啊 这医生说大娘 你也别说你是 我也别说你不是 咱们咋办呢 咱给你咽一个不就完了吗 咽什么咽呢 我没有 你咽我干啥啊 扎我一根 所以你看 不问你要换一肺 你就咽一个 咽一个你要试一换 你就不能带我这治了 我治不了 他说你看你治不了 说治不了的 你非得说我是糖尿病啊 你说你这个大夫 你治不了 推我走 就走呗 我找别人治去 那你去先验一个 咱验你看看 一验十二 参后十二 这个大娘眼睛长不了 完了跟他孙女说 说奶奶这回真是糖尿病了 你快领着我就找到甲伯去 来了 我说你治了几个月了 我治六个月了 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这糖尿病的情况就是这样 窗口很难愈合 糖尿病的患者 窗口很难愈合 是全身的窗口都难愈合吗 还关键在下肢上 越往下越难愈合 越往上越好愈合 相对于正常人来讲 他肯定都是愈合的要慢一点 但是因为下肢 血管离心脏比较远 他可能被糖分腐蚀的更严重一点 所以他的愈合程度要跟上肢相比 要慢一点 要慢多了 糖尿病毒可怕就是什么 因为你窗口老也不愈合 他就有一个感染的机会 细菌病毒都容易进来 有很多人长期不愈合 不在乎了 说我这都烂了 你一年半了 平时该怎么穿袜子 还是穿袜子 你还洗咬呢 你看你一年了都没问题 这一次有问题了 我们就有一位仙女 洗脚挺好 那天他洗完脚之后 不知道什么东西没弄干净 他上脑脑一下 痒痒吗 脑一下 穿袜子就走了 回来脚就腫了 然后第二天 晚上上医院门管你 第二天早上去到医院 就已经烧到38度了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细菌 就进来了 你开着门了 你开着门 你家门都不锁 窗户都没有 那贼不就进来了 你脚后破口子不就等于开个门让你进来 人家细菌病毒不都来了 上家该吃该喝喝吗 糖尿病人的免疫力相对于正常的人群来讲也稍微要低一点 非常低 对 一旦细菌侵入的话 你本身免疫力再差一点 你就抵抗不住了 所以你就出现各种严重的症状了 细菌和病毒也是欺负人 好 你这个免疫力一低 他就欺负你 正邪 正和邪就是这样 正要抵不住邪 就被邪欺负 邪要胜了 你正气就完了 你正气胜就免疫力强 这邪气就进不来 所以终于讲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你必须养正气 养出正气来了 你才能抵入人家细菌病毒 其实我们不能怨人家细菌病毒 细菌病毒和我们是和平共处的 都在这个环境中生长 你活着 人家也活着 咱们觉得人家是个可恶的东西 人家还觉得你可恶的 人家一天没吃没喝 你说你也不烂个窟窿 养养头 你烂了窟窿你就来了 所以不要埋怨 一定要叫心清开朗 咱有病了赶紧治 你这破了 提醒你 你再不长生 你就把你腿都给你吃掉了 所以说 你赶紧看病 有很多病人在糖尿病毒有溃烂的时候 还不去积极的治疗 这个东西就后患无穷了 对 你才不去治疗 就容易很严重 有的病人就是因为一个小窟窿眼 最后得菌血症 败血症 全身都换血 那还未必救过来 有的可能就救不过来 直接就走了 所以说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是您患有糖尿病的话 一定要多多关注自己糖尿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病发症的发生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与您不见不见 请不吝点赞